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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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我们今天要进入到比较紧张的部分了 这个比较紧张的部分就是 约瑟在盘问他的兄弟 而且把他们当间隙 当间谍来问 这越问当然就越紧张了 我在过海关的时候 当海关问 如果他多问 当然一般没有多问 但是如果他多问几句 我会很害怕的 结结巴巴的 他会更同情我让我过去 还是他会更怀疑多问 这不知道了 我们在后面 在创世纪第43章第7节 我们看到 那人详细问到我们 和我们的亲属 说你们的父亲还在吗 你们还有兄弟吗 我们就按着他所问的告诉他 焉能知道 他说必须把你们的兄弟带下来呢 这是后来雅各说 你们干嘛 跟人家讲我们家还有个小孩子呢 那在这里 创世纪的作者 在这里没有多讲 但我们后面就看到说 约瑟是很仔细地问了 所以在这里是简化的讲法 十一节说 我们都是一个 一个人的儿子 我们十个人 是兄弟 我们不是中央情报局的 各种不同的情报人员 我们不是 我们是一个人的儿子 是一家的兄弟 唉 这话也很讽刺啊 是一个人的儿子 是同样的父亲 但却有四个不同的母亲 然后有好多的纠纷 有好多的仇恨 同父异母的家庭 产生了很多的悲哀 今天就算同父同母的家庭 也不有很多的悲哀吗 一个人的儿子 我们是诚实人 我们没有别的目的 是诚实人 废话嘛 说谎的人也会说 自己是诚实的人啊 仆人们并不是奸细 越讲越低了 我们是你的仆人 我们是来服侍埃及的 我们不是间谍 约瑟说 不然你们必是窥探这地 虚实的 你们来这里啊 就是做spy 要找机会来窥探 我们还是说 在国家之间 比较紧张的时候 都是窥探为了打仗 今天satellite 卫星很发达 各国的防线 从天上看得清清楚楚 但是去本地做窥探 我想还是有的 所以我说了 宣教士也常常被当地的人 说是窥探的 是不是真有这种 差劲的宣教士 我们不知道 不过我们相信 多数的那个 重生得救 真正爱主的宣教士 那绝对不会是这样子 你们来窥探这地的虚实 他们说 仆人们本是弟兄十二人 是迦南地 一个人的儿子 顶小的 现在在我们父亲那里 一个 没有了 这是浓缩的讲法吧 约瑟说 你们是间谍 间谍甚至可能还要什么 隔离审问 我不知道在当时 是不是隔离审问 或者一起来问 或者问的时候 要问出这个一个端倪来 然后约瑟问的时候 都有一个传译的 所以 给双方都有时间再去想 那么约瑟有传译的时候 那么他的兄弟们讲话呢 其实约瑟自己听到 所以他想的时间 可能还更多一点 他要知道什么 我们说 他想知道 他的父亲的状况 父亲还好吗 我弟弟还好吗 因为他最关心 就是这两个人 非常爱彬亚敏 也非常爱父亲 而父亲没有来找他 彬亚敏会不会被他 十个哥哥嫉妒 也杀掉了 他们当年本来要杀他 现在也可以杀彬亚敏 尤其是彬亚敏得到 唯一的宠爱 他们会不会也 不爱父亲 把父亲干掉了 以至于父亲 这么多年没来找我 不知道 各位 约瑟到底想 他家乡有什么样状况 我们不晓得 但我们知道 一个人可以胡思乱想的 约瑟聪明 聪明人 有想象力 在受苦的时候 更是可能胡思乱想 想很多 我们求神让我们的思想 在神的光照下 很丰富 但没有乱想 那现在约瑟要知道 他的父亲和他弟弟的状况 各位 我一再强调 以约瑟差一点 被他哥哥干掉的情形来讲 现在又在饥荒状况 杀一个老头子 少一个人吃饭 杀一个小孩子 我们讨厌的 少一个人吃饭 这都有可能 而更不要说 约瑟想要了解 为什么他父亲 没有来找他 想要了解 他弟弟的安慰 所以他一定是 很仔细地问问问问 然后要看你们 讲有没有破绽 你们是一家的人 有的时候我们也知道 海关会问一些问题 看看你是不是冒充 是不是拿别人的护照 就是很快地问一些问题 那你们家兄弟姐妹几个人呢 就是你们十个人吗 哦 他马上招出来了 不不不 我们是十二个人 我们同有一个父亲 我们是很亲的 这些当然也是很好笑 顶小的现今在我们父亲那里 我们十二个人 为什么现在只有十个人来呢 你看我们十个人一口同声 谁知道你会先问 这个问题 我们没有串供的 证实我们真是老实人 我们真是 大家讲的都一样 你隔离审问的结果一样 可以让我们 还我们清白嘛 最小的在父亲那里 一个没有了 哎呦 最后这一句话 有一个没有了 他们当然非讲不可嘛 因为他们讲了十二个人 为什么现在只有十个人 有一个在父亲那里 他们如果讲 另外两个都在爸爸那里 恐怕马上就要被杀头了 约瑟说你们在说谎 他说一个没有了 嗯 这个固然不是全部的事实 但是呢 约瑟懂 他们在说什么 一个没有了 一个 为什么没有了 被你们卖掉了 本来要被你们杀掉的 当然你怎么能想到 现在审判官 就是当年的被害人 法官是被害人 那这个被告不是惨了吗 不要重刑吗 各位我们的主耶稣是法官 也是被害人 被我们害的 却是我们的救主 这非常奇妙 好 约瑟在盘问他们之下 他们讲出来 他们家庭的状况 有一个还在 哦 所以约瑟是不是心中放下了一块石头 哦 我的弟弟还在 我父亲也还在 那约瑟是不是 在这个时候也想到 这些哥哥们也很诡诈 他们说是这样说 听起来也好像还可能 但是 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 他们来买粮食可能是真的 他们恶性不改 当年会害我 现在饥荒的时候 害爸爸 害弟弟 那也有可能 所以 当然更重要 他想真的看到他的弟弟 所以十四节 约瑟说 我才说你们是奸细 这话实在不错 啊 你们 被我问出破绽来了 你们说 你们还有一个小弟弟啊 在父亲那里 那 看看你们说的是不是真的吗 我指着法老的性命启示 约瑟本来就很严厉 现在是最严厉了 指着法老的 性命启示 这是一个毒咒啊 就是说 如果这个不是真的被查出来 那要流血的哦 若是你们的小兄弟不到这里来 你们就不得出这地方 从此就可以把你们震宴出来了 看看你们讲的话是不是真的 真的有个小兄弟啊 要他来 怎么叫他来 你们十个人 九个人 留在这里 派一个人去 把他带过来 十六节 需要打发你们中间 一个人去 把你们的兄弟带来 至于你们都要求在这里 好正宴你们的话 真不真 弱不真 我指着法老的性命启示 你们一定是奸细 这句话还是很含糊 你们一定是奸细 那怎么样了 下面是说什么 应该是都要把你们杀掉嘛 在你们吐出实情以后 把你们杀掉 但他只说 你们一定是奸细 其实当然 他们不是奸细 我们看也很有意思 约瑟的兄弟不是好人 我们一再地讲 我们被拣选 被上帝所爱的 其实都是罪人 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夸的 约瑟的十个哥哥 不好 会联合起来卖弟弟 本来要杀弟弟 实在是不好 流变还会乱伦 西面立位是乱杀人的 非常的不好 那么 可是他们在来买粮食以后 起码就在跟约瑟讲话以后 他们讲的句句话都是真实的 他们讲的很真实 他们的做法也没有什么不好 可是当他们说实话的时候 麻烦就一直来 当他们说谎话 骗哥哥的时候 卖弟弟的时候 都好像没什么问题 这我在提醒弟兄姐妹 各位 我们在世 要做一个正直的人 圣洁的人 照着神的律法行事 心地言行都善良 但是你善良 正直诚实 不保证你会碰到的 都是很好的事 甚至可能你做得越好 问题越多 当然我们想 主耶稣还有基督徒 在世为一受逼迫 就是这样 他们这倒还不是 为一受逼迫 事实上是为他们享福 扑路 神在扑路 虽然他们自己不知道 但是他们知道的一件事就是 当他们开始老实说话以后 就处处有困难 以前做坏事的时候 好像都没被发现 各位 人不愿意行善 不愿意正直善良 理由常常是这样 好像作恶非常好 这个好人的良善 是好人的目之明 恶人的邪恶 是恶人的通行症 这句话很多人都说过 就是你好 到最后只是 刻在你的坟墓上 你的好害死你 坏人坏 还坏是他通行症 他的坏让他畅通无阻 不信靠上帝 我们看这个世界上 真是很没有道理 有的时候有公正 有的时候又没有公正 那就没有公正了 现在他的哥哥们说实话 结果反而被人家冤枉了 约瑟也曾经说实话 没有做错事 被人家冤枉 现在他们也是 我要看你们是不是真的 你们我看是间谍 但是我们去做一件事 验证 就从你们刚才话里面 有一件事可以验证 看那是不是真的 把你们的小兄弟带来 他们可能也没有变的机会 十七节 于是约瑟把他们 都下在间里三天 这三天 当然有些灵异解经的 也想到说 像耶稣在地里的三日三夜 像约拿在余妇里 三日三夜 我们倒不必这样想 这是不是确实的三天 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就是约瑟要把他们关起来 然后这个太强烈的情绪上的激动 约瑟需要想想 这三天我也不知道 约瑟有没有好好睡觉 这十个兄弟有没有好好睡觉 我们也不知道了 约瑟要想要怎么对他们 思想了 他换了一个方式 是比较仁慈一点 本来说是九个留下 一个回去带弟弟来 现在是九个回去 一个留下做仁直就可以了 十八节到第三天 约瑟对他们说 我是敬畏神的 为什么要讲这句话 我是敬畏神的 我敬畏神 是希望挑起他哥哥们 对神的也是敬畏 还是约瑟在这个时候 真是特别敬畏神 他真是敬畏神 现在看到他梦的实现 当然这个梦的实现 还不一定是快乐的 事实上梦的实现 是不快乐的 约瑟并不稀罕 他的哥哥向他下跪 约瑟只是很讨厌 看到伤害他的人 又在他眼前 要报复吗 他又是善良的人 不报复吗 过去的痛苦又太强烈了 所以还蛮麻烦的 那怎么办呢 是在敬畏神底下 他做一点比较好的事 或者说在敬畏神底下 他这个聪明人 之所以敬畏神 就是发现自己没有智慧 真的敬畏 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就是表示 我们如果不敬畏神 我们自大 我们真的没路可走 我们是很差劲的 所以我是敬畏神的 可能是表示约瑟 在这三天里面 不知道怎么做更好 或者是在这三天里面 他想到神的话的实现 而实现了以后 他还是有很多困难 比埃及的那个缺粮食 或者全世界缺粮食 还更难解决 缺粮食是一个自然现象 它可以照着 他聪明智慧来解决 可是清关难度 家务事 难断己身事 是我自己身上 发生的问题 那我要怎么样做最好 哎呀 敬畏上帝吧 上帝会很公平的处置 我是敬畏神的 一方面可能是约瑟 真的这几天有特别多 敬畏的心 一方面也是 他说这个话提醒他哥哥 也是警告他哥哥 是不是有讽刺他哥哥 不是敬畏神的呢 也可能 我敬畏神 所以你们照着我的话 照着敬畏神的人的话来做 就可以存活 这句话我们也可以用 像真言里面很多这一类的事 这一类的话 敬畏耶和华 听敬畏耶和华的人的话 不要听那些亲父的人 自大的人的话 你们如果事成事人 可以留你们中间一个人 囚在间里 但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 救你们家里的饥荒 把你们的小兄弟 带到我这里来 如此你们的话便有证据 你们也不至于死 他们就照样而行 你们不至于死 这个不至于死是什么意思呢 不至于死是不至于被当作间谍罪处死吗 还是不给你们粮食 你们会饿死 还是什么其他的讲法呢 我们都想可能 约瑟的哥哥现在跟约瑟当年有点像了 哦 是囚犯了 是被冤枉了 是百口莫辩了 我们希望约瑟没有报复的心 他实在是想要看到他的弟弟 看到他的父亲 当然也有很多解经家说 约瑟可以有更直截了当的方法 就是去找不要这样的吓他哥哥吧 不过让他哥哥有悔改的心 我想也好 我不太能够说约瑟这样做 到底是不是对 但是他在这三天里面有一点改变 那是真的 然后他的兄弟们也同意了约瑟的做法 或者约瑟的建议就去这样做了 这个第一 这一节经文是比较浓缩的讲法 下面再把他们听到约瑟的建议以后 所做的反应 二十一节 他们彼此说 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 他哀求我们的时候 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 所以这场灾难临到我们身上 流便说 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 不可伤害那孩子吗 只是你们不肯听 所以留他写的罪 向我们追讨 这几句经文都叫人非常感动 各位请您想一想 我们就说我们现在到美国吧 我们是良民到美国去观光吧 最简单的情形 我们去老老实实观光 甚至我们去 很可怜地去买食物吧 买粮食吧 总之是一片好心 好心去那里 然后那里的海关 那里的警察 恩把我们当恐怖分子 你们是恐怖分子 你们是准备来炸 华盛顿DC的 你们是准备来放毒气的 你们是来窥探这个地方的 各位 然后把我们关起来 如果美国的海关这样对你 你的反应是什么 当然今天可能我们就要打电话 找律师啦 找领事馆大使馆的人来帮助啦 那在当时没有律师 没有领事馆 大使馆 那么除了这事 十个人一定会说吧 哎呀 这么倒霉 怎么搞的 我们这么老实 碰到这么凶的一个宰相 或者 如果可能可以发怒的话 你被美国的海关 这样拦下来冤枉的话 你会发脾气的 我们看到有一些经济罪犯在海关那里被扣留下来 还发脾气的 这冤枉嘛 你们怎么这么无理的 不讲道理 在任何时候 这种被冤枉的情形 都让我们觉得倒霉 而且生气 这十个人 他们被冤枉了 他们的确没有做什么坏事 可是当他们被冤枉 甚至被当作间谍的时候 他们居然说 我们有罪 当然不是说我们有间谍罪 而是我们在兄弟身上有罪 各位你要记得 这是二十年前的事 当他们出了事以后 第一句话所讲的 在一起讲的就是 我们有罪 就讲到我们二十年前有罪 各位我再说 你今天在美国海关被扣留下来了 你一定觉得不公平嘛 一定觉得这是搞什么乌龙 你不会说 哎呦 我有罪 二十年前我考大学的时候 我做过弊 现在这个罪向我追谈了 我们不会这样想吧 可是他的兄弟是这样想 这表示什么 人有良心 我看这二十年 他的兄弟并不平安 考试作弊也许可以很快忘怀 把一个兄弟卖掉 本来要杀掉 这不容易忘怀的 啊 我们在兄弟身上有罪 他们不但说有罪 而且当年的约瑟向他们哀求 他们都还记在心里 他哀求我们的时候 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 却不肯听 我们曾经讲那一天 约瑟到他哥哥那里 被他哥哥抓起来 本来要杀 然后被他丢掉的 被他们丢在石坑里 最后要卖掉的时候 这个十七岁的孩子 哭啊 哀求啊 哥哥饶了我 我不敢做梦了 哥哥饶了我 那只是一个梦啊 为什么要这么恨我 哥哥 爸爸宠我也不是我的错啊 你们自己平常也不听话啊 爸爸宠我也不是我要他宠的 他就是宠我啊 他说了多少哀求 他写了多少七部成诗 像曹子所写的一样 本师同根生 相间和太极 哦 哀求 二十年了 他们还记得 各位有良心的 会控告我们的 会让我们不安的 当然我们也求主的保血 让我们有个平安的良心 免得我们生活太痛苦了 所以这场苦难 临到我们身上 这是全世界所有人 不管是不是基督徒 都还有了一个浅浅的 但是不能完全除去的 所以也是深深的 浅浅的就是不多了 深深的就是不能除去 在每个人心里都有 什么 就是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是时候未到 我们多多少少 不管你是哪一个宗教 或没有宗教 都还是相信 即便是后现代 也还会相信 因为圣经上说 神把这种是非之心 放在我们心里 所以他马上就想到这一点 哎呀我今天为什么会这么倒霉 他们应该喊怨 他们不喊怨 哎呀我们对我们的兄弟不好啊 所以今天这苦难领导我们了 他们想的并不正确 或者说不是全正确 这是苦难领导他们了 但这苦难领导是要给他们祝福的 所以这是幸福的开始 幸福开始常常是化妆成苦难的方式 至于说 这苦难领导他们 就让他们 又能怎么样呢 过去的事情也不能改变了 弟弟已经死了就死了 他们想弟弟一定死了嘛 被卖去做奴隶能活多久 奴隶打杀 现在都还没有什么保障 何况是当年 一定早就死了 他们不会想到 他们的兄弟还在 或者就算在 那也是生不如死啊 那现在有这个报应 有这个天理 我也不知道约瑟哥哥 对上帝有多大的信心 这种报应的心 对于信靠上帝的人来讲 有正确的 就是神是公义的 但也有不正确的 就是神有很大的智慧和怜悯 会拯救 会挽回 哎呀我们一定要相信 要不然我们活在世上 太没有意义了 我们自己和别人都做那么多措施 都有那么多看起来不公平的事 但是我们又还能行善 表示我们有良善 表示我们有良心 但是我们又有那么多亏欠自己 亏欠别人的事情 别人又亏欠我们的事 怎么讲了 哎呀我在这里花这么多时间讲 这就是约瑟的哥哥 被冤枉委屈的当作间谍 他们的反应居然不是觉得自己冤枉委屈 而是说我们罪有应得 啊这话对这样讲出来表示 圣灵在他们心里在工作 也表示他们有救了 他们有希望了 人哪要顽梗不认罪 要自大 就越来越悲惨 人肯认罪悔改 那就有福了 二十二节流便说 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 不可伤害那孩子吗 只是你们不肯听 所以留他写的罪 向我们追讨 这个是在三十七章里面 流便以哥哥的身份 想要救这个孩子 当孩子后来不见的时候 他也哭 流便是好色是乱伦 上了父亲的床 但是他的性情还不错 就是他好色 但是他不是一个残暴的人 他那时候 他在这时候讲 讲当然也是 我想责备他们怎么 毁不当初了 当初为什么不听我的话 我希望流便并没有什么 骄傲自大的心 啊你看你看 你们应该怎么样怎么样 都是我的功劳 你们没有听 要不然我们今天就好了 我想这也是一个难过 哎呀今天真惨 流血的罪 到我们的身上 这是流血 就他们想 约瑟是死了 追逃 各位这句话是真的 如果没有耶稣 替我们流血的话 我们所犯的罪 都会追上我们的 追上我们的 后来摩西 神借着摩西 提醒以色列人 你们犯的罪 会追上你们的 各位这话 对我们今天也是一样 除非在基督耶稣里 得到拯救和赦免 我们若是不信的话 我们的罪会追上我的 你以为逃到天涯海角 没有人知道 上帝知道 那个罪会追上你的 他们在讲话的时候 约瑟就在附近听 他们不晓得 他们根本不知道 约瑟完全了解 他们说的每一句话 但是我们今天要在这里结束了 变成资格大战 能向我们神的殿 他必将同地道教训我们 我们一条心 他的道路 因为学会比处于西安 耶和华的 priorities 也许要是说的 救也路上 耶和华的a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